我想大家都知道 自從公司成立金控部門以來 一直都是由我來操盤的 功勞不敢說有多大 但是也略有小勁 可惜有少數人 好大喜功 過於冒盡 竟做些現公司於不義的事情 我本來想說算了 自己是個老古板呢也就別再多囉嗦了 可是一想到公司的前途 回總經理 抱歉 打斷你的談話 不敢 請指教 我不喜歡管他抹角 就直接對號入座了 陳副董你所指的是 我主導的訓詞集團併購案吧 本來打算等到時機成熟 再跟大家報告的 既然陳副董都提了 就順便跟大家討論吧 把資料送進來 我看根本就是有預謀的吧 看來不能小看我們小看 就如同大家手上資料所顯示的 這家公司 股本少 股價又低 但是資產眾多 如果我們收購成功的話 相信這公司一定是有所注意的 資料是死的 如果有這麼好的事情 早就讓別人結束先登了 還輪到我們嗎 據我的情報顯示 他們最大的股東 擁有百分之五十的股票 我看我們根本掌握不到經營權 我當然知道是不容易的事 不過只要拿下幾席總監事 相信就能值回票價了 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兩個就拿這個案子 當作一個賭注 失敗的話我馬上離職 贏的話 你就跟我道個席就可以了 你 你這是對長輩的態度 給我道歉 對不起 一時衝動 我看這樣好了 我來做個裁判 老山 既然其鄉做了那麼多的準備 你就多給他一個月的時間 讓他試試看 不成 我以後 絕不讓他再插手你的業務 僥倖達成目標 你就請他吃個飯 當作鼓勵後生晚輩 我們一切呢 不知道總經理願不願意 一言為定 好啊 要是沒有其他的提案 今天就到此為止 散會 你們賭誰會贏啊 當然是陳副董喔 他百戰沙場 一個二十幾歲的小毛頭啊 怎麼可能贏得過他 更何況 董長訂了一個月的期限 擺明是給陳副董的面子嘛 來來來來 我當莊家 下注 下注 我賭陳副董一萬塊 陳副董 兩萬啊 走 我說 國度委吉祥 一百萬 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狂嗎 陳副董可是個貨真價實的高手 他說不行一定有原因 你竟然以自己的去留做賭注 董事長 我有信心可以接下這個案子 人才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 我寧可毀掉這個案子 也不希望你跟陳副董交關 尊重他 善待他 以後他會是你一個很大的助力 不要只看眼前 很多事不是你現在看到的樣子 要看得深一點 就像下棋一樣 要多算後期不期 我知道 但是之所以我會這樣做 是有我的原因的 好了 這件事既然已經決定了 我就不多說了 不過如果你輸了 我可不把你的位子明白了 我明白 嗯 對 你跟楊家的女兒相處怎麼樣 不錯啊 她人長得漂亮條件又好 四個大家閨秀 少跟我打馬虎眼 楊總老早就打電話跟我抱怨 說你把他們家寶貝女兒弄得 淚眼婆殺 不吃不喝 說究竟怎麼回事 正好 正好 我最喜歡吃草西米了 好 學長你多管錢是 我打電話 誰教會 你用來的 你用來的 再秀書 誰教會 誰教會 我天生 誰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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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董事長,不會再有下次了 那完了,還不給我如實交代 祈祥媽媽,你知道嗎 祈祥跟我要的熊熊,他已經陪了我好多年了 就好像我爸一直陪在我身邊一樣 可是祈祥沒有那麼幸運,他遺失了熊熊,也失去了你 你可以割愛嗎,我給你買多少錢都可以 你也希望我把熊熊給他吧 熊熊守護了我這麼多年 我想他應該去守護一個比我更需要他的人 愛不再 已經不能失去我精神的自由 其實整個來龍去脈就是這樣子的 你還笑得出來,也不想想自己的身份 你這樣對待楊董的女兒傳出去多難看 更不要說對我們兩家親愛的影響 我知道這件事情我是處理的不是很好 可是這樣子的女孩 夠了,我知道你的意思 這事交給我來處理吧 但是以後見的人不能再給人家難看 就算見了面也要帶之以利,保持風度 我知道 僅此一次,下不為例 我會牢牢記住的 等等 你現在要叫做你的動物 嘗嘗 多莉亞 你找我什麼事 方...